無讓我知道我不能夠成為猶太人的神 但是很開心在飛那裏 但是我進入了天主教的農校 但是我父母是不喜歡我去天主教的農校學習 因為他們是猶太人 我的父母但是在猶太教是沒有人教我手語 於是他們迫於無奈帶我去天主教的農校 有一位修女教我讓我學習 透過修女教導我我學習了很多 我一方面在猶太人的家庭那裏長大 一方面也是接受修女的教導 是雙方面一起讓我發展的 那我日漸長大的時候 那我在猶太人的家庭 繼續長大的時候 我都繼續在這裏想 我很希望我成為一個猶太人的立比 我想去服務猶太的農人 去向猶太的農人說天主的說話 但是猶太教那裏認為我不能夠成為猶太人的立比的經師 於是我一路祈禱的時候 天主透過聖神來到我的心裏 讓我去培育了天主教的信 那我在心裏想 為何天主會給我天主教的信仰 我真是很兩難 我告訴我媽媽知道 我媽媽是猶太人 我告訴媽媽 我想改信天主教 媽媽說不行啊不行啊 媽媽在這裏哭 她說我不知怎麽算啊 我是你的媽媽 但是我不知怎麽算 我不可以改信天主教 我們全家人都是猶太人 你這樣是等於和我們離開我們 於是我很兩難 我究竟跟隨我的信仰 還是繼續和我家人在一起 我在這裏求天主給我力量 給我信心 讓我一步一步去跟隨她 最後我領洗成為天主教徒 之後我也渴望我成為一位天主教的神父 我接觸到很多龍人 其中一位天主教的龍人朋友 帶我去聖堂參與黎薩 沒有手於翻譯 根本就不知道黎薩的進程是怎麽樣 那些龍人的天主教的朋友 只可以坐在這裏 等等等到知道要領性體了 但是其他事情發生什麽事 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那些龍人的天主教的朋友 只可以坐在這裏 就在這裏想 我就問那些朋友 究竟黎薩裏面做什麽 於是我也都在心裏面 問天主為何龍人 是不能夠知道黎薩是怎麽樣的呢 於是我就 於是我就跟龍人的天主的朋友說 我想做神父 跟別人的朋友說 你想也不要想 你很辛苦的 但是我說 如果天主選選我 於是我就慢慢開始 我都在這裏祈禱 希望天主會支持我 之後我去見我南非的主教 我跟他講 我說我希望讀書 進修成為一個神父 主教獲了言 他覺得很奇怪 你是龍人 我很高興 但是 但是你真的有志於做神父嗎 我都很開心 你願意用手語去幫助龍人 他說 你媽媽是猶太人 他說是 但是你領了一輩子是天主教的 但是主教就說 我都支持你 於是他回家跟媽媽說 我要做龍人的神父 天主教的神父 媽媽聽了之後 他真的很不開心 他就說 你跟家是沒有關係 但是他繼續堅持 他堅持去做神父的路去賣盡 最後主教是同意去進入修院 是學習做神父 但是他進入修院 遇到很多困難 其他的修士都說 我們全部是健康的 你一個是龍人 你學習都很多困難 你一個人在修院裡面 你會很悶的 你讀書都會很困難 但是他說 我不管 我會不斷努力 我在這四年裡面 我很努力地去學習 去讀很多書 慢慢我的修士同學都支持我 都幫助我 我都憑著很大的忍耐去完成這些課程 最後我終於可以進升為神父了 主教為我進度的時候 主教很記得我 當他為我進度之後 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 你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去服務龍人 光雲天主 他雖然很困難 但是呢 他說 我知道 但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應該有 很多龍人 是需要協助信仰的發展的 你可以為他們開離散 你可不可以 他說 好啊 我盡量試一下 我會努力 我不斷的忍耐 另外呢 我去 我去 我去學習手語 學習不同的手語 學習不同的手語 那我也都 令我祈求 在天主幫助我的工作 去光榮他 我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去服務龍人 去服務龍人 我來到香港 我特別 香港不是澳門 我真的覺得 天主是不斷一直在引領我 我其實來到香港 澳門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我不懂中文 我都在這裡 最初來到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朋友 我沒有什麼聯繫 但是我繼續忍耐 我寫信去我的修會會長 那裡說 我仍然都希望在香港和澳門那裡服務 宣揚天主 宣揚天主 光榮天主 那 我的會長都說 哇 真是一件很重要的決定來的 但是他都會 他都同意 於是 我就來了 香港和澳門 去服務 那我首先是學習中文 那我很努力去學中文 那特別呢 也都去學習 在大葉華那裡學習手語 那幫助我 支持我很多 那我都在這裡開 來到在香港和澳門開啟音鍵 那我希望呢 我那個農人 香港的農人都好像我的家人 雖然我在我的工作裡面 是有很多的困難 但是 我在香港和澳門的工作